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参加Coprocon 2021的会议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GRPC和RTMA 那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张文博 是PinkApp的一名工程师 之前的话呢是给这个 LabPF Tools贡献了 久多的代码算是 活跃的一个贡献者 那么这是我的这个GitHub的地址 欢迎 希望能够与大家有更多的站影交流 那么今天分享的内容的话呢 主要分成两块块 那么一块的话呢是和RTMA相关 主要是介绍一下这个 RTMA 编程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呢是和这个 介绍一下GRPC的这个 和Copro 相关的这个 体系结构 然后以及 如果我们将 GRPC的这个IO层 用RTMA进行替换 那么需要做哪些改变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关键点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那么什么是RTMA 那么在计算机领域当中 那么RTMA的话呢 就是这个 前面这四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那么就是远端直接内存访问 那么它可以直接去访问远端的这个 内存 那么 不需要远端的这个 CPU的这样一个参与 那么这就可以实现 高吞吐和这个 迪安池 那么对于一些这个 压值敏感的这个 环境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那么RTMA的优势的话呢 主要是有三块 第一个的话呢 是零拷贝 那么它不需要像我们使用TCP IP 协议战士 那么需要将 用户 将这个数据 那么从用户空间 那么copy到这个内部空间 那么它省去了这样一个copy的操作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它实现了这个 Crow Bypass 那么它不再去走这个 LenoSnaker的这个复杂的这个TCP IP协议战 那么就就 节约了很多的这个 CPU的这样一个 计算资源 然后以及延迟 那么第3个的话呢 就是CPU Offload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 那么基于这个bypass的话呢 我们可以 减去了很多的这个 CPU的这个计算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是这个 数据的这个 风包拆包的这个过程的话呢 会交给这个网卡做 所以就是将这个 CPU要做的这个计算的话呢 Offload到了这个 网卡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和RDMA 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协议 那么RDMA的话呢 它是一个这个技术规范 那么实现了这个 RDMA技术规范的这个协议的话呢 主要是有 三种 那么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IB 然后 另外的话呢 是这个 ROCE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 IWAP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三种 那么第1种的话呢 它的性能是 IB 它的性能的话呢 是最好的 但是它的花费的话呢 就是比较高 因为它和传统的这个 以太网并不兼容 那么需要 如果我们去使用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整个一套 网络的这个基础设施 那么都需要去用这个 IB来做替代 那么所以它的这个花费是比较高的 那么第2个的话呢 就是ROCE 那么它是RDMA 在这个 以太网上 的这样一个简写 那么它是目前 这个DH网络 以太网络方案 最高项的 解决方案 对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IB的这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那么第3个的话呢 是这个 WRP 那么它的话呢 是基于 TCP协议的 那么它的实现呢 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它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 这个 也相当的这个高 所以它和这个ROCE相比的话呢 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用的呢 较少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 开发者的这个社区 那么前面这两个的话呢 主要的话呢 是定义一些 规范 那么内核社区的话呢 负责在这个 内核泰的话呢 去进行这个 RDMA的一些 支持 那么RDMA社区的话呢 是 提供了 这样两个项目 是我们 经常要用到的 第一个的话呢 是和RDMA 提供了这个RDMA 编程所需要的这个库 那么尽管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三种这个协议 但是呢 RDMA 编程的时候的话呢 都是统一用的这一套 这个API 那么RDMA块里面的话呢 它主要是包含了 两个主要的库 一个的话呢 是RDMA CM 那么去用语区管理连接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 用于去操作 动词的 后面的话呢 我会讲什么上两个的动词 那么下面的这一个 包的话呢 它主要是 提供了一些这个 Bunchmark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厂商的话呢 主要是这两家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ED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提供的这个 整个一套 这个体系的话呢 还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如果我们买了 前面这两家 任意一家的这个 网卡的话呢 那么他们通常 都会提供这个FED的 这样一个包 那么我们去 安装它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 管理 以及使用这个 相应的硬价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和 RDMA 编程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这块的话呢 主要是分成 四块来介绍 那么第一块的话呢 是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传输模式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介绍一下 RDMA 的一些 核心概念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是我们来 看一下RDMA支持哪些操作 那么最后一块的话呢 是介绍一个典型的 RDMA 程序的一个 执行利用 那么我们先来看 第1个 第1个的话呢 是 Reliable Connection 那么一般简称是 RC 那么 QPR 的话呢 它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可以等同于一个Solid 那么 在 AC 模式下呢 那么 QPR 的话呢 和对端的话呢 是 一一映射的 那么 消息 那么发送到这个 PQ 的这个发送对列当中的话呢 会可靠的去 传递到对端 PQ 的这个 Reseal 对列 那么 这里也提一下 那么一个PQ 的话呢 它是由 两个对列来 组成的 一个的话呢 就是发送对列 一个就是接收对列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 就是包的话呢 它是按照这个 顺序 来 它是可以保证这个按顺序来 到达到对端的 那么这个 RC 的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和 TCP 的这个连接 非常像 那么我们在 RPC 里面使用的时候的话呢 也是使用的这个 RC 模式 后面的和 RDMA 操作相关的话呢 介绍的也主要是以这个RC 来做这个介绍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不可靠的这个连接 那么 不可靠的这个连接的话呢 它也是 它的特点的话呢 也是 和对端是一对一的 那么它的这个连接的话呢 因为它是不可靠的 那么所以 它的这个包的话呢 是容易丢失的 那么 在这个传输的过程当中 那么 如果 出错的话呢 那么 底层硬件的话 它不会去重视 那么错误处理的话呢 需要由上层 自己来做这个处理 那么另外一种模式的话呢 就是这个 UD 那么 UD的话呢 它的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比较和这个 UDP的这个 连接 比较像了 那么它支持这个多波 那么它的这个顺序 是 没有办法去这个保证的 那么它也容易去产生 那么它也 可能会产生这个 丢包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 一个 简单的 这样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RDMA的这个核心概念 那么我们在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一些这个 缩列词 那第1个缩列词的话呢 是这个RQ 那么它是这个 WorkQ的简称 那么第2的话呢 是WQE 那么它是 WorkQElement 的这样的一个简称 就是放在这个 QE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员 那么 PQ的话呢 是QPR的一个简称 那么我们刚才 已经提到了 那么它类似于 Socket API里面的这个Socket 那么 一个这个QPR的话呢 它是由 SandQ 和ReceiveQ 来组成的 那么缩写的话呢 就是SQ 和RQ 那么这个SandQ 和ReceiveQ 和WorkQ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它们只是 从不同视角上的这个概念上的这个区分 那么就是从 嗯 硬件的这个视角上和这个 也就是说从这个驱动的这个视角上和从这个 我们使用的这个视角上 那么它们实际上本质的话呢 是一样的 都指代的是 同一个事情 那么下面的一个的话呢 是Share的ReceiveQ 那么 多个ReceiveQ的话呢 它可以去 嗯 那么它可以去共享 一个来节约 长了一个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Share的ReceiveQ 那么和WorkQ 对应的 是这个 CQ 也就是 完成对叠 因为RDMA的这个 行为的话呢 它都是这个异补的 那么 一个API返回 并不意味着它真正的这个执行完 那么只有当 一个 CQ里面 出现了一个这个 CQE 也就是放在这个 CQ里面的这个成员的时候呢 那么 呃 才标志着这个 之前 执行的这个RDMA的这个请求 完成 那么在 我们处理这个 CQE之前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内存是 不能够被这个 重新服用的 那么 WR和这个WC的话呢 分别代表着一个 Work Request 那么在RDMA里面的话呢 每一次操作的话呢 都是一个 这个Work Request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是这个 完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DMA的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RDMA的这个动词的这个Works API API 那么它所包含了两部分 两种类型 那么第一种类型的话呢就是控制路径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数据路径 那么控制路径的话呢 主要是提供了 对 这些 工作对列 的一些 增参改查的 这样一个接口 那么以及包括这个内存的这样一个注册 那么数据的这个路径的话呢是 真正的去 下发一个Work Request 或者是 去接收一个 哪个 Request 然后呢 以及去 从这个完成对列里面 去PO这个完成事件 那么一个 标准的这样一个RDMA的这个程序的话呢 他需要去 链接这个 这个库 那么才能够去使用这个Works API 那么我们来从这个发送的这个角度来来看一下 那么从发送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的话呢 那么就是像 这个 他就是去发起了一个这个 Sand Request 那么这个Sand Request的话呢 就会进入到这个对列 那么一个程序的话呢 他可以有多个这个 Request 他可以有多个这样的一个 工作对列 那么 每一个工作对列 内部的话呢 它是有序的 但是多个工作对列之间的话呢 它是无序的 那么这块的话呢 也是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的 那么一个QP的话呢 它是由这个Sand Queue 和这个Receive Queue 那么来组成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QP的Sand Queue 那么QP的Sand Queue 的话呢 它的这个内部的话呢 是一个这个状态机 那么我们在去建立连接的时候的话呢 是需要去 要用这个API去 转换一下他们的这个状态 然后来 比如说我们表示可以接收了 或者是可以发送了 但是我们目前在 进行这个连接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不会直接去用这个 Works API 而是会用这个RDMACM 这个包 去进行这个连接管理 那么对于这个状态机的这个改变的话呢 都隐藏在了这个 RDMACM的这个API里面 就我们通常不需要去关注这个状态机的转换 那我们再来从这个 刚才我们从这个 Request的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再来去从完成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 那么一个 我们下发了一个Request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RDMACM的这个Works API就返回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并没有 他并不意味着这个 发送的这个操作或者是这个接收的操作 他真正的完成 因为RDMACM它是一个异补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 动作里面所使用的一些资源 我们是不能够 把它释放或者是重新利用的 那么直到我们从完成队列里面去 透透了这个 Request对应的这个完成事件时 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的这一次请求的这个 结果是怎样的 并且我们可以对这个资源进行 释放或者是重新利用 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个完成的时候的话呢 他可能会返回一些错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第1个错误类型的话呢 就是立即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情况 其实是我们去 Post一个Request的时候 那么我们参数不对 那么他返回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个请求是无效的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完成的这个错误 那比如说我的这个WQE 那么已经成功的这个下发了 但是这个CQE的这个 对端的话呢 可能没有及时的这个接收 那么最终的话呢 就会导致我这边的这个 CQE的这个超时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的这个 请求太多 但是呢我这个CQE 我Post这个CQE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CQ Workflow 那么对于这个CQE的这个处理的话呢 他也支持两种方式 那么一种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拿到CQE的这个FD 那么我们把它 设置成这个非组色的 那么就可以和这个 Epo 等 IODL付用的这种机制来 使用 那么就是以类似中断的这种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开启一个单独的这个线程 我们不停的去从这个CQE里面去轮询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路径的这样一个数据流动 那么在首先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存区域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去调用这个 PostSand 这样一个work API 那么去将这个内存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去向硬件进行一个下发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会 会 就是存 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从这个 Work Queue 那么进入到了这个 硬件的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QP的这个Sand Queue 那么我们在这个数据发送过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接收端 那么我们发送过去之后的话呢 那么就会在这个 呃完成对类里面的话呢 产生 呃这个 相应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 这个 呃 CQE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会 放到这个 呃 就代表了这个 呃 任务的话 我们前面下发的这个request已经完成 那么我们 刚刚提到了我们可以去 Pol这个 CQE 那么或者是用这种ePol的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ePol in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去读到他的这个 呃状态 那么我们 来去决定是 呃要去做一些错误处理 那么还是可以去复用 我们 呃之前 呃 使用的一些这个资源 或者是释放 呃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收端 那么在这个数据 呃从 呃这个 呃发送端 呃发到这个接收端之前的话呢 我们需要 去下发一个 呃 Receive request 那么和这边一样 那么用户在下发的这个 request 的的话呢 他会去 放在这个呃 呃 Kernel 的这个 receive 队列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当 这个 呃对端有数据发送过来的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 呃我们就可以和这个 receive 里面的这个 呃元素的话呢 进行一个匹配 因为这里面的话呢 包含了一个 呃 我接收到的这个数据 要放在哪一块内存里面的这个信息 那么在这个 我们成功的呃 获得了这个 呃把这个接收到的这个数据 那么放到了这个目标的这个内存上之后的话呢 我们同样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呃 cqe 那么和发送一样 那么我们会把它传输到这个 传递到这个呃 呃用户空间 那么用户空间的话呢 就可以去呃 跑到这个完成实践 那么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那么这个流程的话呢 是呃展示的是一个呃 sand和receive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sand和receive模式的时候 呃我们必须要先去向这个receive qg 下发一些receive request 那么否则的话呢 呃发送端发过来的数据 那么即使是到达了这个接收端 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呃 数据应该放置在哪 那么这个接收端的话呢 也没有地方去反去这个存储这些呃 呃去管存这些数据 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导致一个这个呃丢包的这个发生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一下这个内存管理 呃那么内存管理的话呢 那么在rdma重新域呃刚刚建立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内存的这样一个注册 那么内存的注册的话呢 他呃 他要去做这种呃内存的这个保护 就是全线管理 那么我一块内存呃 我的这个本地访问的全线是怎样的 那么远端访问的这个全线是怎样的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是除了这个全线的这个保护之外的话呢 他还要去做这个memory pinning 呃 那么我们都知道哦 在内存系统上的话呢 这个物理内存的这个分配的话呢 都是延迟的 那么我们去调用一个mylock请求 他返回的是一片这个呃 虚拟地址 那么只有当你真正去写的时候 那么他才会去处理这个缺业中断 呃 他和然后的话呢 去这个去分配实际的物理内存 然后去直径设呃 但是在这里边的话呢 他去做了这样一个pin的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呢 就会使得我的这个虚拟内存刚刚建立好之后 那么就会有呃 相应大小的这个物理内存分配好 并与之映射 那么也不与这块物理内存也不允许被换出 那么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呃 是因为这个呃 RDMA的这个网卡内部 他会维护这样的一个这个呃 DVT表 那么简单理解成就是这个虚拟地址和这个物理地址的这样一个映射 呃 因为RDMA的话呢 他是会从这个 他会去直接呃 就是这个他会去做这种DMA的这个操作 那么不需要 所以他不会去访问这个MMU 那么所以呃 如果我们的这段内存并没有被拼起来的话 那么比如说呃 发生了这种呃 Swipe的这个行为呢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的这个映射发生变化之后 那么RDMA网卡是感知不到的 那么他在去访问呃这个物理内存的时候的话呢 他访问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会去把这个呃 内存去把它拼起来 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呃 Send和Receive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那么我们再去post的一个Send request的时候 那么到达这个接收端 那么到达这个接收端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接收端的话呢 会产生这样一个呃 CQE 那么接收端的话呢 去报这个CQ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那么自己从呃 就是我之前去呃下发的这个呃 呃 Receive request的已经呃完成了 那么我们接到了这个对端发送过来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呃 接收端破网了这个CQ之后的话呢 才会去返回这个ACK给这个发送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发送端的这个呃 这个CQ里边的话呢 就产生了这个和SR相关的这样一个呃 完成事件 那么他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post queue 然后去取出他的这个完成事件啊 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一个write 那么RDMA的这个write的话呢 呃 我们可以发现 他并不需要这个receive端 那么提前去呃 post的一个r 那么我们sander 那么想去写这个receiver的这个内存的时候 那么他直接去呃 下发一个这个呃 sander request 那么并且要包含这个呃 数据 然后以及呃 这个key 那么这个key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理解成是访问他的上一个权限 那么就可以实现对远端内存的一个呃 写操作 那么之后的话呢 完成写完成之后的话呢 他会去返回一个这个呃 ACK给这个发送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接收端来说啊 那么sander去写他的这个内存 那么对于接收端来说的话呢 他是没有任何感知的 那么read的话呢 也是呃 也是同理的 那么receiver端的话呢 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知 就不需要这个呃 receiver的这个呃 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呢 我们并不知道对端啊 会去啊 post的多少个sand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啊 可能要呃 去多post的几个这样一个receive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去占用一些这个内存资源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post的这个足够的这个呃 r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有可能在这个被接收端去这个丢弃 那么原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rdma操作 那么他通常是被用于去传递啊 一些这个内存信息 或者是在这个呃 rdma通信的过程当中 那么去传递一些这个控制的这个信息 呃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呃 rdma cm 的这个api 那么在呃 程序刚刚呃 呃去建立这个连接的时候的话呢 就允许去呃 携带一些数据给对端 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是在呃 这个地方去进行呃 这个内存信息的这样一个交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呃 这个sand和receive 的这个呃 操作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呃 普通的这个呃 socket的来做这个替换的 那么反过来对于呃 r read write 来说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单端的这个操作 呃 他在去读或者是写对端的这个内存的时候呢 那么并不需要这个对端的这个 cpu 的这个参与 因此他特别适合于去呃 传输大量的这个 呃 数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呃 这个程序的这个流动情况 那么呃 典型的这样一个执行流 那么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去获得一个呃 硬件的一个呃 列表的这样的信息 然后我们打开所想要使用的这个设备 然后呢 去查询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呃 啊容量啊等一些这个呃 呃 信息 然后的话呢 会去呃 分配一个呃 保护域去 保护我们的这个资源 啊 那么这个保护域的话呢 呃实际上有点类似于这个 Lanus 里面的这个 呃 name space 和这个sig robe 对 然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去注册一块这个内存区域 并把它拼起来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 API 那么直接就把这些呃 步骤的话呢 都合在一起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去创建一个呃 这个完成啊 对列 然后呢 以及去创建一个这个呃 QPR 然后的话呢 去把这个QPR系起来 那么这块的话呢 就是对应的这个 那么这块的话呢 就是对应的一个这个QPR的 一个状态机的这样一个改变 那么前面也提到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呃 rdma的这个cm的这个包 那么我们是不需要手动去呃 对这个状态机进行一个呃 修改的呃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流程的话呢 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呃 post这个work request 那么我们同时也要不停的去 后这个呃 完成的这个对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终通信完成 那么我们去进行一些啊 清理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同时呢 呃 我们从这个呃 rdma块里面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找到一些 这个bansmark工具 那么可以去呃 方便我们去对比这个呃 这个tcp ip和这个呃 基于这种rdma的这个 传输的这个性能的差异 呃 那么可能呃 就是大家想去体验一下这个rdma的这个编程 那么但是呢 又没有这个硬件怎么办呢 呃 那么社区的话呢 它提供了一种这个呃 soft rc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呃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呃 普通的这个网卡上的话呢 也能够去运行这个呃 rdma的程序 呃 当然这种模式的话呢 它只是用于去进行呃 开发和一些简单的一些调试 那么它的性能的话呢 并不好呃 不能够用于在这个呃 生产 那么我们第一部分的话呢 就基本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呃 第二部分就是grpc 那么grpc的话呢 呃 它是一个这个呃 高性能的一个开源的这个呃 远程过程调用的这样一个光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呃 呃 grpc 呃 c call percinder这样一个架构 呃 那么它的话呢 是呃 分层做的实际上是非常好 那么它最底层的话呢 是一个io manager 然后向上一层的话呢 是这个transport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chdp2 那么就是在这个呃 层 那么在上面的话呢 就是呃 呃 越来越贴近这个用户的这样一个api了 那么我们如果要将这个呃 rdma 那么继承到这个grpc里面呢 我们主要去关注的层的话呢 是这个io manager 层 呃 那么我们如果去做这个机程的话呢 我们需要呃 首先先要去看一下这个call里面的这个文档 那么这个call里面的这个文档的话呢 它主要是包含了呃 两个我们比较关注的 一个的话呢 是关于这个呃 呃 grpc call的这个呃 它的这个事件处理的这样一个对列 的这个运行的这样的机制 呃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呃 就是和这个呃 io manager 层相关的 那么它的这些呃呃 呃 pull set 然后以及这个呃 pull events 是怎么样去呃 这个工作的 那么我们阅读完了这些文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呃 对这个io manager 层进行一些自定义 那么grpc 本身的话呢 它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呃 呃 可以自定义的这个呃 呃 组件 那么它同时的话呢 也提供了这个example 那么我们可以去呃 通过学习这些呃 example 然后来去呃 去定义一个呃 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呃 还有管理层 那么对于我们呃 来将这个呃 rdiw集成到这个grpc 里面的话呢 呃 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两个接口 那么一个接口的话呢 是这个呃 tcp client.h 然后另外一个接口的话呢 就是tcp server.h 那么和这个呃 server相关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于这种面向啊 对象的这个方式 那么它是定义了两个为table 那么client端的话呢呃 相对来说是呃 比较简单 那么它只需要去实现了一个呃 connect 然后的话呢 对于这个呃 server端的话呢 它需要去呃 定义了这个接口的话呢 相对来说要呃 多一点 呃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呃 有几个呃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呃 不要在这个控制路径里面 呃 不要在这个数据路径里面去混用这个控制路径 呃 因为我们虽然在最刚开始提到 那么在这个呃 RDMA 编程里面 那么这个RDMA 的话呢 它是呃 cron bypass 的呃 但是呢 这个指主要指的是这个数据数据路径 那么它的这个控制路径的话呢 还是要呃 陷入到这个那个态的 所以我们呃 要在呃 程序刚处置化的时候 那么就去呃 将这个呃 资源的一些呃 分配管理要去做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呃 我们注册了一片内存之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对这片呃 内存的话呢 进行一个管理 那比如说我们去把它去做成这样的一个呃 呃 RM buffer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呃 流控 那么类似于这个tcp的这个滑动窗口 呃 这样呃 原因的话呢 是说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我们使用rc模式的话呢 它是支持重传的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呃 发生重传的时候 那么它的呃 这个开销的话呢 也是比较高的 呃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呢 是呃 因为这个cq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它只是用于去读取这个cqe 所以也就意味着 它只能够产生这个呃 一破印的这个实践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去呃 就以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使用类似于这个tcp的滑动这个窗口 那么我们呃 每一次在这个 一破啊 返回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呃 去check这个窗口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有ecsqe的话呢 它是用于呃 维护呃 这个窗口的这些信息的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呢 我们处理完之后 那么就呃 或者说我们就默默的处理 好就可以了 那么并不需要向上层去呃 报这个tune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在更新完这个窗口信息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根据窗口的信息呃 来去呃 模拟这个呃 epo out的事件 就我们去 根据窗口窗口的这个状态的话呢 我们去自己去呃 将这个epo的这个返回之 我们改变成说 它是epo in还是epo out 那么如果 那么如果我们上一次 这个 还有因为这个窗口 不满足条件 没有办法 呃 去发送的这个邪请求呢 那么这一次在呃 或者这个epo out的事件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去呃 处理上一次的这个延迟性了 那么在这个呃 将呃 rgma 集成到jrpc 里面 那么主要关注的点啊 就是rpc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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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